不少人都以為自己有肚腩問題 但你有沒有想過原來肚腩也可以是假的呢 今天我們一樣邀請Doranis 去跟我們分享一下盤骨前傾的問題 以及講一下怎樣減肚腩 最近都比較多人留意盤骨前傾的問題 特別大家在街上留意一下 比較多都是女士會有盤骨前傾的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就是覺得女士咬起腰就會令曲線看上去更漂亮 但其實長久就會形成盤骨前傾的錯誤姿勢問題 至於盤骨前傾除了會令到你看上去有假肚腩之外 其實還有長遠來計 會令到我們容易有腰背痛 以及減少我們核心肌群的參與度 所以我們要解決盤骨前傾 我們可以鍛鍊多一點腹部和核心肌群的肌肉 首先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測試方法 讓大家在家裏做到知道自己有沒有盤骨前傾 很簡單的 大家只需要自然站在這裏就可以了 然後儘量的手 好像放一個三角形一樣 放在自己盤骨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能叫Phoebe打側身 假如有盤骨前傾的朋友 麻煩你做一個比較刻意的盤骨前傾 你會看到手指的位置向內斜了 但是假如我們沒有盤骨前傾 在一個正確的位置的話 麻煩你站在正確的位置 我們手指就會平的 這個就是最簡單 去測試到自己有沒有盤骨前傾的問題 好 我們首先講第一個動作 就是大家經常都會看到的 就是平板支撐 Plank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如果本身有盤骨前傾的朋友 做平板支撐經常都會出錯 今天我們就要麻煩Phoebe 示範一下我們怎樣去做平板支撐 首先我們就兩隻手 先支撐住 然後我們伸直一隻腳 一隻腳會踩入一點 是踩實一點的 腳趾這個位置 好 然後踩到另外一隻 好 然後要留意 我們的屁股應該跟身體成直線 不要咬腰 我們這裡就肚用力 屁股壓低 這個就是正確的平板支撐 但是大家最常見的 就是在這裡會套進去 腰咬下去 這個位置就會很不舒服 就會很累 所以正確做法就是 用我們的腹用力 托著個人 將我們的盤骨向內收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第二個動作 就是做一個Bird Dog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瑜伽動作 我們首先要按在這裡 兩隻手都按下 對 留意了 我們這裏這個位置就是90度 所以我們可以先退後一點 對 隻手這裏都是90度 對 OK 然後我們就把其中一隻手 我們右手 例如就拿起 然後就拿起我們的左腳 同時伸直 盡量希望這隻手 去到腳跟都是直線的 然後回來 輕輕拍一拍膝蓋 再伸直 做的時候 都是想著 肚子用力 托著自己 好 我們再下來 我們伸出去的時候 呼氣 這個動作 就是訓練我們的核心肌群 好 再回來 好 再去 OK 好 我們第三個動作 就會做登山者動作 Mountain Climber 首先我們開始的動作 就像一個掌上壓的姿勢 兩隻手伸直 按下跌地 然後伸直兩隻腳 好 一樣 將肚子托高一點點 不要咬腰 OK 多一點點都可以 好 然後就把我們的膝蓋 想抽到我們胸口的位置 好 然後伸直 左右腳交替 留意不要咬太多腰 好 這個動作 除了可以鍛鍊到 我們上肢手臂的力量之外 亦都可以鍛鍊到 我們的核心肌群 好 可以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